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为大家试驾的车呢 是全新大改款的Mini John Cooper Works Countryman的O4车型 那说起Mini呢 Countryman这个车系 其实它历史非常久 但是以前还在纯英国的 这个老车 我们就先不讲了 在BMW接手之后呢 第一代的Mini 是在2008年的时候 以概念车的身份所亮相的 第一代的Mini 也是在2010年日内瓦车展 所发表的代号是R60 台湾的话呢 是在2011年1月4号的时候 所发表的 第二代的车型呢 原厂是在2016年 于纽约车展发表的代号是F60 台湾的话呢 是在2017年3月7号 正式的导入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第三代的车型哦 第三代的车型 是在2023年9月1号的时候 在IAA车展正式发表 代号是U25哦 台湾的话呢 是在23年的3月25号 正式上市的 今天试驾的是 John Cooper Works 性能的型号 John Cooper Works呢 我有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他的历史 在1946年的时候呢 创办人呢 Cooper家族哦 对父子哦 是在英国成立了 Cooper汽车公司 那随后呢 Cooper这个汽车公司呢 打造了非常多的性能车款 那在1959年的时候 Cooper所打造的赛车 赢得了 Formula 1的赛事的冠军 那在1959年的时候 Mini正式诞生哦 那Cooper呢 身受刚上市的这个Mini喜爱 因而呢 找到了当时Mini所属的BMC 就是英国汽车公司哦 来联手推出John Cooper 姓氏为名的Mini Cooper 然后接下来数十年呢 Mini跟Cooper这个名字呢 就如影随形了 在1980年代呢 Cooper的公司开始供应 它的改装套件 在2011年呢 正式开始以John Cooper Works为名 提供Mini专属的改装套件哦 那在2008年 Mini专属的赛车品牌 John Cooper Works正式上市 那发表了第一台 John Cooper Works的车款 John Cooper Works Clubman 这台车呢 是1.6升的 四缸双涡流的增压引擎 可以爆发出 211匹的丰沛马力哦 从此就变成 新世代Mini的性能的型号了 好那新在哪里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大改款的U25的Mini 我们之前已经试驾过 Mini Countryman Sealer 大家可以参照那支影片 那在这个John Cooper Works的车型上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在外观上和内装上 它有专属的套件 还有专属的设计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做说明 动力上呢 JCW Countryman O4采用 2.0升的Tree Power Turbo引擎 这一系引擎四缸的 可以输出300匹的最大马力 0到100呢是5.4秒哦 所以这也是Mini Countryman里面哦 最高等级的性能的型号 细节呢等一下再依偎各位报告 这一代全新的第三代代号 U25的Mini Countryman呢 入门的是Countryman C 汽油引擎1.5升的 170匹马力177万 中间有一款Countryman SO4的车型 199万哦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是顶规的 JCW Countryman O4的车型 246万的报价 那当然这一代的Countryman 也有纯电的车型 叫做SEO4是199万 相较于上一代的 JCW Countryman O4来说的话呢 价格是略有调涨的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外观 外观当然是这一代Mini哦 大家争议最多的地方 但是呢这个Mini其实现在不Mini了 因为它的尺寸放得非常大 你如果和其他的欧系的小型SUV来比较的话 其实它尺码不见得小哦 它比起GLA来说的话还稍微大一些哦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实用性坚固了 但是JCW是它的性能的代表哦 所以在原来Countryman的造型基础上呢 它又更加精进了一些 它外形上最大的特点当然是 它有JCW的套件哦 包含了前面的水箱护罩 钱包杆引擎盖的试条 都是比较不一样的设计 轮拱有同色化的处理哦 搭载着19寸的JCW专属的双色的铝圈 车尾的话也有扰流板 跑车式样的双出的排气管等等 这一些都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 那在水箱护罩的部分 它搭载的是黑色高光泽的设计哦 所以比较强调它的运动的氛围哦 那甚至包含了mini的logo都是属于黑色化的处理 这个JCW的Countryman呢 它提供了八种不一样的车色 车顶方面呢 后照镜盖呢 则可以选配银色黑色或者是红色 来做不同的搭配 所以排列组合相当的多 那当然基本的线条和其他的Countryman呢 都是一致的 包含了它有比较大的车身尺码 包含了现在BMW集团的平贴式的把手 手机的数位钥匙 这一些都是有的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车尾的设定哦 车尾的设定呢 唯一的话是跟着车顶的颜色走的 C柱的试板方面 其实也是它个性化的一块 像是JCW的车型呢 上面就会有JCW的字样 和一般的mini呢 Countryman也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至于Countryman这个都是黑化的处理哦 那在下半部 我们可以看到JCW的车型 是两侧四出的排气围管 看起来运动感是很强的 尾灯的话 其实这一代的U25的Countryman 一样哦它都是可以做不同的光型的变换的 这个变换的话呢 有三种不一样的设定 最经典的还是英国国旗的土样咯 尾门打开来的话 这一代的JCW呢 其实跟上一代相比的话 行李箱是大上不少 而且呢是424分离的装置 所以这一代的实用性呢 其实是增强非常多的 好我们现在做到内装呢 内装呢JCW的车型 当然和C还有其他的版本呢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有一样共同的元素 就是上一支试车我也有讲哦 就是现在为了讲究环保 所以真皮不见了 镀铬不见了 那JCW上面一样哦 我们可以看到JCW的皮椅 还是皮椅 但是这是永续的合成皮哦 和以前的真皮哦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那当然这是性能款哦 所以在整个内装的铺层上面 是强调黑色化的性能风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顶棚是黑色化的 那在前方的布置的饰板部分呢 也有红色来做点缀 门把的话还是玫瑰金的门把哦 出风口也是一样的 那这一代用了很多织布的元素哦 在mini上面包含三幅方向盘的 第三幅都是织布的材质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地方哦 那当然mini基础的设计 包含直径24公分的 OLED的数位萤幕 那这一台车的话 它是有抬头显示器的 所以这个应该都是符合 豪华小车该有的氛围 我觉得设计感是强的 用料不见得好 但是设计感很强哦 所以质感呢 有很多种表现的方式 用料是一种 设计是一种 还有整个氛围也是另外一种哦 设计和氛围 我觉得是mini的强项 再来我们来看哦 JCW有一些专属的东西哦 比如说方向盘这里哦 JCW的名板 JCW跑车式的座椅 这些都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配备上当然也比较齐全 比如说像Harmond Cardon影响啦 HUD啊等于这些都会是标配 那这张椅子坐起来的话 我觉得包覆性是非常好的哦 那当然现在 你买Countryman C的话 明年套件里面 也有包含跑车座椅 不过表装的材质还有颜色呢 是不一样的设定哦 那整体来说 跟上一代相较 这个内装呢 也是很多mini的经典元素 成绩下来 比如说圆形的仪表 实体操控的 点火开关 排挡杆等等 这些都还是有的 方向盘的话也非常跑车化 非常的好握啦 那同时也有换挡拨片 那这一代呢 还有Boost的功能 长按10秒 会让引擎的动力更大哦 接着我们来看后座 这一代的mini Countryman呢 其实整个车型 真的放大了不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后座椅一样 是非常宽敞 而且呢 后座椅还有前后调整的功能 椅背调整的功能 都是有的 那像中央扶手 当然也有 后座出风口 Type-C的充电电源 那门饰板的话 其实跟前座完全一样 也没有什么落差 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隆起 不过基本上 以空间变化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一代的JCW 都是表现非常好的 好 我们现在开JCW Countryman上路 那规格先为大家报告一下 这台车的最大马力呢 是300p 在5750转的时候产生 那最大扭力呢 是400牛顿米 在2000转的时候可以产生 搭配的一样是 Steptronic的7速的DCT 自手牌的变速箱 有附换挡拨片的 采用是四轮驱动的方式 这样的规格跟上一代 比较起来的话呢 当然动力上是略为缩减的 以最大马力来说的话 少了6p 那最大扭力呢 是少了50牛顿米 而且变速箱 少了一速哦 变速箱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所以在整个原厂公布的 0-100加速的话 是慢了0.3秒 不过还是可以在5.4秒里面来完成哦 还算是呢 非常性能取向的车子哦 那当然跟其他投影精神对手来说的话 可能比较接近的就是GLA的35了哦 那GLA35的话呢 动力数字上面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一样都是大概300p左右 最大扭力也都大概400牛顿米左右 性能上面 其实大家加速也都差距不会太大 还有一个性能版的对手呢 SQ-2 虽然SQ-2的车格明显 比这个Countryman小非常多了哦 但是呢 价位上其实是很接近的哦 同样都是300p的动力 但是因为尺寸小 所以0-100加速呢 不到5秒来的更快一些 这个是市场上可以选择一些性能的 小型SUV 给大家一些参考哦 再来呢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这台车的话 那这台车的性能我想当然就不用多说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代跟上一代比较起来的话 这一代的Countryman JCW的话 你看数字上虽然是略减一些 但是实际上开起来我觉得差异是不大的 整个操控性上面来说的话 还是很有mini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硬 那毕竟是一个休旅车的定位 再加上车子放大 所以整个实用性我觉得是这一代 非常大的强项 那当然如果你跟GLA35比较起来的话 我觉得GLA35应该是比较热血 JCW的话它有8个模式可以来做选择 在Experience的这个操控扭这里可以来做选择 那当然有一些模式你还是会感觉到有热血的氛围 但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性能好 倒不是那么热血 但是可以很舒服的快 这是这一代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 那操控性的表现还是很棒的 只是不像以前像Go Kart 它这8个模式里面有个叫Go Kart模式 随着模式不同 其实仪表板也会做一些不一样的变换 加速还是非常快 而且这个变速箱我感觉是非常直接的 在换挡的接合方面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 这台车开起来也算蛮安静的 虽然就少了一些热血的氛围 但是如果你要性能又要家庭的话 其实这个算是很好的平衡 我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适合买这个车 当然以往买mini的人 都是属于比较个性化的族群 但从这一代开始 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买mini 因为这一代的实用性大幅加强了 特别是Countryman Countryman基本上就是一台SUV 今天试驾这个JCW版本 它是一台性能的小型SUV 如果是一台SUV 意味着它的乘坐空间就大 包含前座后座 那包含行李箱空间 那这个是实用性提升最多的地方 另外就是配备 配备上面以往台湾人非常需要的ADAS 这一次也变成LV2等级的ADAS 在这上面都已经有了 而且它的科技面可以说 几乎都是跟BMW一样的 包含了手机钥匙 包含了5AU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买 只要你喜欢mini 以前买mini的话会有一些顾虑 比如说小或者是平常不实用 但这一代完全没这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是喜欢性能的 欧系小型的SUV的话 这一代的mini的Countryman的JCW 真的要来看 特别是我觉得价格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它240几万的价格 其实对上GLA 35来说的话 价差非常大 就算最接近的SQ-2 但是SQ-2虽然性能比较好 但是它基本上尺寸很小 实用性的话也没有mini来这么强 那风格上面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mini稍微强一点 当然前提是你要能够接受它的设计的风格 所以仔细比较一下这一些竞品的话 你会觉得说 现在mini的接受范围会比较广的 那各方面的表现也都很好 除了外形上面 没有继承到原来的景点之外 最主要是头灯 变成方的 不是一些圆的 然后变得比较大号之后 可能有些人觉得没那么可爱 但是其他的 不管是内装 或者是设计感方面 都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会建议说 如果你要买这个性能 性能的欧系小型SUV的话 这台车应该是要 列入比较名单之一的一台车 那特别是 在CP值上面 我觉得如果跟这些欧系 豪华品牌对手 性能款比较高的话 这个车是 看起来价格上面 是还蛮超值的 那各项的设定 我觉得表现也都 有它的水准 以上就是今天试驾 跟大家分享 你对这台车有什么看法 也欢迎留言 跟我们还有车友 做双向的沟通 我是小七 我们就下次见了 拜拜 这个迷你其实真的还蛮热血的 而且坐起来不颠 还蛮舒服的 然后操控转向性能 其实都可以符合原来对Countryman JCW的期待 所以这一代我觉得是 吸引力很高的一代 以前mini比较小 所以感觉贵 但是当现在mini放大到 跟其他的豪华品牌 欧系的这些性能款 油车的SUV 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它反而是看起来比较超值 所以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有不同的看法 但这个mini 我是觉得这一代的竞争力 应该算是很高的